東北回轉 以這樣的現況跟路徑來說 它目前已經對我們的 已經正在侵襲我們的北部 跟東北部的海面 那預計在陸地上 也會對我們的台北、新北 以及宜蘭構成威脅 那因此我們除了提醒航行 作業船隻要嚴加戒備之外 那在當地的居民 陸地上的居民 也要多加的注意 而且我們目前也針對這個颱風 持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首先我們要關心的 對我們的影響 第一個我們要關心的就是 風浪的部分 從風力上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 這個颱風因為 比較從東北方向接近 所以對我們影響比較大的區域 是包含在我們的北部 就是新竹以北 東北部跟恆春半島 以及綠島蘭嶼這一帶 是風力比較大的部分 而且今天的趨勢上 可以看到隨著颱風的接近 今天的趨勢上風力還會逐漸增強 我們預計 在風力比較大的部分 包含我們的 新北、桃園、恆春半島 容易有九到十級的強震風 特別是在北海岸 東北角跟綠島蘭嶼 還有可能出現 十到十一級的強震風 另外在大台北 還有新竹、宜蘭、平東的沿海 風力也會是比較強的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至於海面上的風浪的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的觀測上來看 在過去的觀測上來說 目前浪比較大的部分 包含在北部海面 還有我們的東北海面跟東部海面 都已經觀測到 普遍觀測到上三米以上的浪高 特別比較大的部分 是蘇澳的浮標 有觀測到六米的浪高 另外在馬祖的浮標 也觀測到接近五米的浪高 今天隨著颱風接近 風浪的部分 也會逐漸的增強 從預測圖上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北部 東半部的浪高 普遍都可以來到三到四米以上 在基隆、北漢、東北部 甚至可以出現五米 大六米、甚至六米以上的浪高 所以今天的風浪是比較大的 而且在我們的北部、東半部 恆春半島以及馬祖 還有長浪發生的機會 非必要的話 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至於降雨的部分 我們從雷達回波圖上 來為大家做一個現況上的說明 從雷達回波圖上可以看到 颱風的中心已經很明顯 可以在雷達上面觀測到 台灣地區目前普遍受到 颱風或者外圍環流的影響 在西半部地區 是有明顯的降雨 其中在北部地區 降雨的範圍比較廣 中南部地區的話 比較明顯的雨勢 是集中在山區 中南部的平地 也有一些間歇性的降雨 可以看到目前雨勢 比較大的地方 包含基隆北海岸 跟各地的山區 目前都是降雨上來講 比較明顯的地方 未來下雨的趨勢 我們的定量降水 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可以看到今天上午跟今天下午的 定量降水來看 北部地區的降雨是比較持續的 中南部地區的雨勢上來講 會比較偏向在中南部的山區 平地也會有間歇性的雨勢 可是到了晚上之後 可以看到北部的降雨持續 中南部地區由於西南風增強 所以中南部地區晚上的雨 反而要加劇 可以提醒大家的是說 雖然颱風是距離北部地區比較近 但是晚上之後 其實在中南部地區的雨 也是比較驚人的 甚至超越北部地區 在各地的山區 甚至有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好雨 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尤其中南部地區的朋友們 特別靠近山區 雖然離颱風比較遠 雨是比較大的 這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最後提醒大家 由分區重點來提醒大家 今天颱風比較近的 新佐雨北地區 是一個風比較強 雨勢也會是相對比較明顯的地方 苗栗以南地區 雖然離颱風比較遠 但是山區還是要盛防大雨 或者是豪雨 平地來說 也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雨勢 恆春半島 雖然也是離颱風比較遠 但是由於西南風的關係 所以它的風跟浪都會是比較大的 偶爾也會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宜蘭在東半側 受到雨的影響比較小 但是可以看到北側的沿海 還是要特別注意強風 那花東地區呢 相對在背風側 雨跟風的部分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呢 在今天的部分還是要提防 今天在背風側 可能有局部焚風 溫度比較高的現象 農民朋友們也要多加留意 綠島藍雨是一個風比較強 浪比較大的地方 也要多加注意 那以上是今天早上 記者會最新的內容 請問現場有其他的問題嗎 沒有的話 我們上午的記者會到這邊 謝謝 好的